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太失望了啊,太失望了 G7的外长开峰会啊 结果出来表达了要中国和平统一的这个愿望 你不应该跟中国对着干吗?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意外啊 G7的这个外长的峰会啊 说要求和平统一 为什么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要看一看啊 这个G7的外长的这个峰会啊 然后的话都讲了什么 为什么提到了和平的统一啊 其实两段话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啊,这个G7的这个外长啊 联合的声明说什么呢? 说啊,希望中国啊 可以和平的解决两岸的问题啊 很多同学可能会第一反应啊 反对我们武力啊 统一是吗? 反对我们武统是吗? 是,没错 但是啊,咱们这边一直高喊的也是和平统一啊 跟中央保持了很大的这个一致性表扬 然后啊,他希望啊 这个和平解决问题啊 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 但是他还说了 G7的这些外长 他还说了另外一个问题 叫什么呢? 我们在台湾问题这个立场没有改变 包括一中的政策呀 他希望你和平解决 又希望啊 这个一中政策不改变 又啊,这个一中又和平啊 一中和平 一中和平 和平的统一啊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我跟大家一开始就说 好失望啊 你在G7外长峰会 你不应该跟中国对着干吗? 尤其是啊,在开会之前 这个贝尔伯克 对不对?都说了 要对抗了 对不对?要对抗啊 对不对?要跟中国要对抗 对不对?中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啊 最大那个竞争对手要对抗 声量拉的极其的高 可是呢G7的外长峰会 哎?给你搞了一个和平统一出来 虽然说啊 他们说的还是那么扭扭的捏捏 对不对?你非得把两段话揪在一起 才能总结出和平统一 但是总而言之迈出了很坚实的一步 但是我相信咱们的外交部还得说上一句啊 这是我国家的啊 内政问题 你闭嘴 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说出来 痛痛快快说出来 我最愿意听的那句话呀 G7发生了什么? G7为什么会令各位失望? G7为什么刚开始声量喊得那么的大? 对不对?要什么?要对抗了 对不对?竞争对手 对不对?要跟中国对着来了 虽然说里面也牵扯了啊 什么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啊 等等等等 但是总而言之啊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哎?往后吞了半步呢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其实啊 这就是世界的大事 你是阻挡不了的 想要跟中国对抗 对不对?谁对抗啊? G7你们谁对抗啊? 德国对抗吗? 贝尔伯克喊那么厉害 对不对?德国的绿党 贝尔伯克喊得那么的硬 有些同学都开始担心了 你老五啊太乐观了 我乐观的出来的东西 比我讲的还要更乐观 好吗? 对不对啊? 然后呢 好像这个德国的绿党不得了了 美国的影响力 那就是天一样大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了 世界开始变天了呀 首先啊 你要讲到德国的这个内政 对不对? 德国的绿党 德国的社民党 舒尔兹 社民党 贝尔伯克 绿党 对不对? 你把这个贝尔伯克当成什么来看? 一方的大员 一方的大势力是吗? 背后站着美国人 贝尔伯克就硬了吗? 好好的看一看德国吧 社民党1863年成立的 社民党成立的时候 大清朝都还在呢 1863年呢 这个绿党才成立几个年头啊 为什么我跟大家开玩笑 德国的绿党啊 那个精神的领袖是那位 How dear you 原因就在这儿 他就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势力啊 他在这社民党面前都不是个事啊 哪怕是德国的纳粹 都没有把社民党完全干倒 德国绿党能干倒 社民党才是代表着 德国社会里面的 传统的这些人的利益啊 传统的啊 这些势力啊 没办法跟社民党对着干 社民党要来绿党想拉拉不住的呀 所以说呢 你从德国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哎 你是拦不住中国的影响力的 舒尔斯要来 你绿党再说话 没用 从这些新闻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讲到啊 这些啊 这些G7的这些集团的啊 G7七国集团的这些外长的峰会 然后的话 为什么会令大家失望呢 都在您案里来说 就应该对着干的 但是必须跟大家说 为什么没有那么明刀明枪对着干 原因很简单 利益的驱使啊 你再跟中国对着干 你的这个通货膨胀还要解决吗 而且像这种联盟性质的组织 G7 它没有多大用处的 联盟性质的啊 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可以 没问题 但是谁先上啊 你美国先不先上啊 为什么美国自己不先上呢 对不对啊 首先啊 咱们介绍一下G7啊 G7的原始的成员啊 那就是英美得法一日 再加上欧盟 但是现在的这个G7呢 经常会把这个加拿大拉上 美国要求的嘛 我的小老弟也得来 对不对 看起来像个鸡巴 对不对 话难听点 但是确实变巴格了嘛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吧啊 这个G7谁先上呢 对不对 你们要开会 要跟中国对着干 你谁先上 你美国就先上吗 比如说台湾问题 你美国放弃了一中政策了吗 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放弃呢 谁会替你美国去死啊 对不对啊 德国通货膨胀10.6% 你美国能帮着解决吗 美国能够帮着解决啊 德国先上 美国现在是 先解决自己的8点多的通胀吧 对不对 先解决你加息能够成功的这些问题吧 所以说呢 现在没有人能先上 美国都先上不了 美国是最大号的那个呀 对不对啊 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五五又渣渣 世界的强权 世界的老大 世界的警察 美元的霸权 看起来那么硬的一个情况底下 美国跟中国博弈 他自己都不行 你指望着谁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跟中国拼 日本上 日本上 日本先上 对不对 那个啊 波斯坦公告 就得落到日本人脑袋上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日本人最寄希望的 也是美国人的 美国人 你要加强我的安保啊 只要日本人建造了美国人 政治人物啊 就得喊上一句啊 你那个安保问题 安保问题 日本人也指望美国人 美国人也没辙 这就是这种集团啊 这种联盟性质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老想别人去死 可是你要希望别人去死的话 别人也不要去死 就是谈来谈去 谈来谈去 谈出来这么一个玩意儿 对不对啊 然后啊 希望中国和平的解决 两岸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啊 遵守一中政策 啊 和平统一了 哈哈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总而言之吧 你说啊 这个G7 他谁能够跟中国对着干 对不对 谁能够跟中国对着干 没有任何的一方的势力 能够真正的 跟中国直面的来干 美国不行 加拿大行 英国法国行 德国行 还是日本行啊 还是欧盟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 大家可以看到 G7其实代表着 世界的未来 世界的趋势啊 大家可能会 一会认为 这个世界的对抗啊 确实是难以避免 确实难以避免 但是的话 没人会自寻死路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就能够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脉搏 到底是什么 谁会自寻死路呢 谁会一门心思 要撞死自己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大家提 把自己做好 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你自己不好 你自己不行 对不对 谁都来捏你一把 你自己真的好起来了 他不行的时候 他就得来依赖于你了 他如果自己还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对抗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形势 什么样 你看看G7这些国家 对不对 哪个国家不出问题 日本的这个150日元 换一美元 你怎么解决 对不对 德国的10.6%的通胀 你怎么解决 法国 对不对 英国同样这个通胀也不低啊 英国人不交那个天气的账单 怎么解决 法国人那个四倍的天气的价格 怎么解决啊 对不对 自己国家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一大堆 还要跟中国对抗 怎么可能 而且你就拿军事最传统的军事实力来说 对不对 你只除了美国啊 除了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你加起来绑在一起 你跟中国来干呢 对不对啊 你从欧洲开着大船再来 又跟1840年一样 是这种情况吗 他自己也不行了 所以说呢 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就得低着头 要寻求合作呀 而且呢 这个G7的这个联合声明啊 这一次峰会啊 结束之后的这个联合声明 还提到了一句啊 G7要致力啊 继续致力于与中国实现建设性合作 还是要合作 为什么要合作啊 不合作死路一条吗 对不对 不合作指望谁 指望美国人 美国人替他解决经济问题吗 这就是世界的大事 历史的大事 哪怕他看你100个不顺眼 哪怕他看你真的是讨厌死了 但是的话 他离开你不能活 他也得说出你爱听的话呀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啊 走到现在说出来了啊 对不对 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走到现在说出来了啊 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那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 之前跟大家聊过呀 这个世界的未来已经定在那了 台湾问题其实很明显 就可以看得到 台湾问题的解决 很多同学在那绝望啊 台湾的问题解决不了了啊 未来怎么怎么样了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 一个方式啊 可能有些国家可能就会喊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求这个啊 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但是台湾那方面是破坏两岸和平的那一方 对不对 大陆 中国 你得赶紧解决台湾问题啊 台湾破坏了和平啊 等到有国家喊出这种话的时候 台湾人那个时候 你说他的出路在哪呢 这就是世界的政治啊 对不对啊 你跟中国没办法博弈的时候 你依赖着中国的时候 你就得说出中国人愿意听的话 这也没办法 为什么呢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啊 跟中国是首要的啊 首位的贸易伙伴的时候 中国的利益被损失 这个国家的利益同样也会被损失啊 不想不不想损失利益 那就把破坏中国啊 整体利益的那个台湾 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等着等到那个时候啊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开始喊了 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破坏了这个和平的现状 那个时候台湾那个时候 就真的是一点路都没有了 我跟各位讲过 台湾没有任何的出路 是不是台湾哪有出路啊 他这他能跑去哪 对不对 从地理上来说 能够往日本发展 还是能够往都内亚发展 还是能够无限往东 找美国发展呢 对不对啊 走到现在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就连欧洲那边 都快把台湾的路给堵死了呀 这就是台湾问题解决的一个方式啊 讲到这个 很多同学可能还会说啊 这机器啊 没安好心 没安好心啊 安不安好心 无所谓 说出我爱听的话 最重要 听其言 观其行 只要你没有说出做出 损害我利益的话 那咱们就能合作 我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不管你恨我恨到什么样 对不对 只要你听其言 观其行 乖乖的过来 我就能跟你合作呀 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越南 越南最近不是刚访问啊 咱们中国吗 签了一大堆的啊 这个声明啊 那个协议啊 签了一大串的 我读都读不过来 这种声明 然后的话 越南那时候也说了一下台湾问题 咱们是高度赞扬 越南这种说法的 越南说的是什么 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吗 对不对 越南遵守一中政策 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跟现在七七说的这些话 有什么区别啊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咱们这边外交部 可能啊 也会挑演一下啊 你说这些话 你干涉了我的内政 我就骂你 你乖乖的带着凤梨酥来北京 对不对 给我好好地说上一句 希望和平解决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希望和平懂一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能会高度赞扬你 但是你想要跟我对抗的心态 喊这个话 咱们该挑演 还得挑演 这也就是台湾的未来呀 你若 你不行 你想折腾 你就是死路一条 之前跟大家聊过一个观点啊 台湾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台湾是中美两国的 最 最最不弃眼的那个敌人 中美的 共同的敌人就是台湾岛 为什么 之前跟大家说过吧 台湾想跟中国博弈 不想统一 对不对 想对抗对抗对抗 敌人 对不对 天天的骂大陆 骂到这儿都翻出花样来了 对不对 你骂我是吧 你就是我的敌人 然后美国啊 为什么也把台湾当敌人呢 因为芯片法案呢 芯片法案一出 台湾岛上的芯片企业 就会成为美国的芯片企业的首要的敌人 因为台积电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的这个企业吗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芯片法案往那一摆 你台湾你就得想想办法去解决 台湾的办法是什么呢 台湾的办法是什么 我不是这个全球经济的威胁 对不对 美国人都把话说白了 你想不想让我骂你 对不对 你就把芯片企业搬到我美国去 结果呢 蔡英文在那顶着来 你顶着来可以 但是你得小心 你成为中美共同的敌人 你会死多惨 现在大家看到了吧 大家看到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就是说啊 就是G7集团都已经开始放弃掉台湾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榨不出油水来了 如果损害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的话 那损害的钱呢 可是一大把 这就是利益导向 这就是利益驱使 之前跟大家讲过 跟中国如果关系不好 损失的钱是100块 跟台湾关系不好 损失的钱是10块的话 这10块钱会无情的抛弃掉 如果台湾啊 做大做强再撞辉煌 把自己做的倍儿好 把自己做的倍儿棒 然后的话啊 跟台湾啊 关系啊 不好了 可能会损失110啊 跟大陆啊 关系不好了 损失100块 人家可能会想想 因为100块也不少 就会中间搞模糊的地带 搞战略模糊嘛 美国玩就这样 可是走到现在 台湾倒带不来利益了 对不对 这就是问题最大的一个根源 台湾倒没有任何利益了 然后呢 哪怕是那个台积电啊 台湾那帮特别可爱的那帮网友 在那喊 护锅深山 可是问题是之前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是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 你没那么重要 对不对 哪怕你现在啊 提供了全球的百分之六七十的这个芯片 也没有用 为什么呢 别人也可以 三星可不可以 对不对 全球出来了那么多家的芯片企业 尤其是以中国市场为主 美国自己也在加码做自己的芯片企业 芯片行业 芯片制造业 对不对 也在加码做美国也能把产能跟上来 三星韩国也能把产能跟上来 你台湾的这些芯片企业就值得被放弃啊 哪怕你什么两纳米一纳米 说的再好听 没有用 对不对 两纳米一纳米 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商用的 两纳米还没有完全商用 你再推一纳米有什么用啊 这只不过是制程上的更新而已啊 本质上制造芯片这玩意儿 它不是一个啊 有行业壁垒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说台湾岛上那帮特别可爱的网友 在那喊什么护锅神山 护锅神山 护个什么鸟锅呀 对不对 你什么都护不下来 抛弃你跟玩一样 你有点价值的时候 希望你去搬去美国 你又不想放弃 对不对 你不想放弃 你就好好地成为中美的共同的敌人 世界两大强权啊 不得了啊 台湾 对不对 硬 对不对 你硬吧 硬到最后 在你身上炸不出油水的时候 人家自然而然会抛弃你 美国人会为你 搏了那个面子吗 为为你跟大陆翻脸吗 你从G7的这个新闻 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可以啊 操控加拿大 美国也可以操控英国 对不对 美国跟欧盟的关系 也是特别的一个关系 总而言之 可是呢 G7的外长的这个峰会 他怎么一出来 就变成了这个和平统一呢 对不对 希望中国和平方式 解决两岸问题啊 我们不改变一中政策 对不对 我们遵守一中政策 怎么就变成了和平的统一呢 因为你是值得放弃的 总而言之 讲到这的时候 可能啊 台湾问题会有所变化 G7的外长峰会一开 可能台湾问题会有所变化 可能蔡英文 民进党会为了寻求 美国人的保护 寻求美国人不把他当敌人 台积电可能真要搬 但是啊 很难 台积电要搬了 台湾整个岛的经济全完蛋 我跟各位讲 没有任何的一个疑虑 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台积电不 台积电被挖走了 台湾岛的经济全完 台台湾的新台币 那就是废纸一张 等到那个时候 对不对 等到那个时候 这个统一啊 对不对 这个统一可能啊 咱们就得考虑考虑 哎呀 对不对 那那扶贫了 对不对 扶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 作为人 这就是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方向 大家听到这的时候 咱们只关心台湾问题的话 咱们是不是看到了台湾没有任何的出路 之前我跟大家讲的那些时候 还有很多的网友跟我说 你太乐观 太乐观 乐观吗 这发展的比我跟大家讲的速度还要快 为什么呢 大势所趋啊 没办法改变了 台湾岛不值钱了 台湾岛被放弃 跟玩一样 这就是这个世界 这也就是这个世界 政治无情的一个地方 你没把自己做好 你就是死路一条 其实咱们从G7啊 七国集团外长峰会 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了 对不对啊 为了啊 如果说想要跟中国死磕 想跟中国拼了 谁先上 谁要损失利益 对不对 你就看一下G7啊 这一些这些国家里面 有几个啊 中国不是这些国家的 这个首要的贸易伙伴 不是第一 他讲也是第二 都是这种状况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你跟中国顶着来 你的通货膨胀还要解决吗 对不对 你的通货膨胀还要解决吗 然后你的经济问题要怎么样 对经济垮了 谁救你 G7里边 哪个国家的经济垮了 你看一看 其他的国家救他吗 啊 会做大善事啊 会当大善人 不可能的 对不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会管别的国家的死活 只有自己人 才希望自己这个国家好啊 G7就是这种问题啊 所以说呢 把自己做好了之后呢 他没有办法跟中国直接博弈的时候 哪怕想要跟中国拼了 想要跟中国死磕 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他也得 对不对 做出妥协 在不伤害自己的一个前提底下 跟中国进行博弈吗 那如何不伤害自己呢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你既然喊出来了 你不伤害自己是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如果说啊 台湾问题 你给我喊出一点别的声音出来 对不对 什么啊 不遵守一中政策了 是吗 然后的话啊 然后的话啊 什么中国都是好坏坏 台湾好棒棒 是吗 天天喊这种话 是吗 你要喊这种话 中国这边 我的主权问题 我的内政问题 你想要跟我合作 算了 往后去排队 那边 对不对 这个这条队 往往那边数20里 排到最后去 那不那样 你敢在主权问题上 跟中国顶着来 你就好好想一想 所以说 他们没有办法顶着来的 一个情况底下 你虽然说 心里边啊 十个不服 八个不份 对不对 想要跟中国死磕 但是的话 也不能伤害他自己啊 不伤害他自己 台湾就会被抛弃嘛 咱们在其他的问题 跟中国死磕吧 对不对 台湾这个问题 我们得怎么着呢 一中政策 和平统一啊 而且要致力于啊 与中国的啊 实现建设性的合作呀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咱们从一个小小的新闻啊 咱们就看到了世界的改变 机器哪个国家 不想跟中国聘一下 对不对 都想啊 对不对 当然他也想赚钱 这个赚钱的心 他是最大的 赚钱的心 他是有的 想要跟中国拼命的心 他是没有的呀 对不对啊 既然你想赚钱 想要合作的话 哎 那这个世界将未来如何发展呢 未来这些国家跟中国越走越近 因为要实现建设性合作的话 合作越来越多的时候 形成了人类的命运的共同体的话 那个时候 哎 欧洲的国家喊出来 这个啊 这个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啊 然后台湾破坏了和平 等欧洲国家喊出这种话的时候 你看一看 哎 台湾那些人掉不掉眼泪啊 但是总而言之啊 台湾接下来可能得考虑了 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未来那是不是要再贴向美国呢 把台积电交出去呢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很难 那接下来台湾只剩一条路了吧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把台积电交出去 台湾的经济全垮 新台币就是废纸一张 如果不愿意交 那就会跟美国啊 跟欧洲这些国家交恶 那交恶下去的话 会被别人抛弃 如果不想被抛弃 又不想新台币变成纸一张的话 废纸一张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有的出路只在东边 还有一条路啊 王毅在联合国讲的话 对不对 台湾的出路只有一条啊 这条路在哪 往东 往西看啊 不是往东 往西看啊 在台湾的西边啊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吧 台湾是不是没有出路了 咱们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得到 以前跟大家讲的 是不是实现了呢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台湾这个问题将如何发展呢 它还是一个难题吗 还是误解的那道题吗 当然不是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